歡迎來到新聞 我們常常說 沒有知識也要有常識 沒有常識也要看電視 電視要看 你才知道裡面有多少的詐騙新聞 你不要說一般的老百姓 你說藝人 名人 還有什麼名嘴 武器專家都會被騙 大家都好騙 怎麼會這麼好騙呢 我們要來了解一下 背後到底有些什麼樣奇奇怪怪 亂七八糟的花招 現在介紹今天現場的特別來賓 資深媒體人麥若瑜 憲林好 大家好 資深媒體人呂文婉 憲林好 大家好 資深媒體人胡孝成 財經專家李艷莉 哈囉 大家好 社會觀察家Johnny 歡迎你 憲林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我們今天先講的第一個詐騙 就是這兩天上新聞 很誇張的這個集團 這個集團一定是看準的 尤其他們專門找什麼 社會新鮮人 可能一來經驗沒那麼多 沒那麼事故 二來 新鮮人 薪水夠低 他們才會拿這麼高的高薪 來誘惑你們說 來加入我們的集團 結果是個詐騙集團 今天為什麼會有這種情況 因為今天有傳出來一個消息 就是說有一個北部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工廠有沒有 然後他們的那個大學新人 到他們工廠工作的時候 大概只有多少 零到15K 這是一種說法 對 15K的說法是這樣來算的 22K都要活不下去還15K 他講說日薪650塊 到700塊錢之間的話有沒有 然後做了22天對不對 照理講已經可以超過15K 對不對 可是問題來了 問題出到哪裡呢 就是你必須要全勤獎 你必須要你的工作的 那個基數的量 達到它的一個標準值 你才可能會超過22K這種情況 那個是在非常好的狀態之下 有沒有 你才可以抓得到 最…最理想的話 死加活加 才加得到22 如果你每天只要 大概只有8點鐘有沒有 然後剛才上班的時候 你9點鐘才來 然後6點鐘下班的話有沒有 你5點就落跑的話有沒有 再算一算的話 這扣完之後會變15K 就是你超混的話 就一定是15K 這樣子 很少對不對 我跟你講 就會讓人家更生氣 為什麼呢 有人可以領到這樣子 被扣光的時候領15K 還有人跟你講說 我一個月可以讓你賺98萬 天下哪有白痴的五坑 你一個站不站得到98萬 不可能 你有看過李奧娜多 有一部叫做華爾街之狼嗎 對不對 現在已經出現了一個台版的 華西街 不對 也是台版的華爾街之狼 不是 這也太順了 你知道嗎 是 一樣的這樣子的一個 華爾街之狼有沒有 現在在台灣也出現了 現在是要求是打了什麼 俊男美女 他告訴你 他有很多話術 他怎麼樣 他就把很多年輕人找過來 我跟你講 你們只要每天穿得帥帥的 有沒有 化妝化得美美的 我跟你講 你們想要月入百萬嗎 我跟你講 做不到 沒有 但是你可以賺98萬 你有沒有很誘人 你會不會想到 到底做什麼 他就賣什麼 賣身都賣不了98萬一個月吧 你不可能賣身嘛 對不對 那你就賣什麼呢 就賣位上是位上貴的股票 也就是說這個盤價是你自己喊的 你還要喊10塊就10塊 你還要20塊就要喊20塊 反正這要怎麼來講的話 他有很多話術 所以他有交戰守則 所以就跟電影裡面一樣 他們是打電話騙人對不對 沒錯 只是說在電影裡面 他賣的是仙谷嘛 對不對 仙谷 對不對 他這邊賣的是什麼東西 就是我們現在目前還沒有 上市上貴的這樣的股票 這些股票 會不會他一定會上市跟上貴呢 我告訴你 有可能會 也可能不會 沒有人知道 而且還沒有上市上貴的話 燕利就沒有任何的公開交易資訊 或者什麼歷史的 什麼可以去研讀都沒有對不對 除非你有上新貴 上新貴的話會有所謂的一個財報 可是其他的 每個月的營收獲利是沒有公開的 如果你又沒有上新貴的話 真的就是如果完全未上市的話 所有的資訊都是不公平不對等的 所以就根本就是在賭博 你極有可能買到壁紙 不僅是賭博 是你把你整個人生都賭下去 所以你就有可能 從壁紙變成壁花你知道嗎 到這種地方去的話有沒有 我跟你講他就會有幾種特色 第一個 一定有亮麗的那種女講師 有沒有在那邊站著 有沒有發覺有沒有 身材多麼的惡努多斯有沒有 第二個的話有沒有 他會告訴你有沒有 你必須要有精神有沒有 在聽他們講課 而且你每個人還不能用本名 你一定要用藝名 對 你不是說我只能叫你眼鏡 這樣 好熟喔你 你可以叫我大口 但是不要叫我眼鏡好不好 第三個的話就我剛剛跟你講的 他就補齊你一定有高薪 對不對 這個是老師在那邊交戰守則是不是 而且目前說法是這個樣子 聽說有沒有 這個是負責人之一 然後這個是他女朋友 你看有沒有 兩個人都把自己弄得很有型的 這個樣子 然後開什麼跑車 對 然後他還宣稱說 我跟你講我今天會那麼發有沒有 你看我這樣子這麼要帥勁的話 我還開了一個全台很罕見的一個 所謂的名車跑車 我告訴你 老不行 逼開的我就自己縫了 那個車子滿街都是好不好 他說在唬誰呢 這唬鬧不懂的人 因為這個樣子的話有沒有 所以他照理講他可以撈了不少錢 這種公司只要一旦有沒有 被人家發現的時候 立馬有沒有 把他搬家的消失無蹤 然後跑到另外一個地方去 換一個招牌 然後換一批人有沒有 繼續再騙 所以呢 現在已經有很多人受騙上當了 這種錢 你也不知道到時候 你的錢是跑到哪裡去了 真的整個血本無歸 但是呢 你不要說只有我們剛剛講的是 所謂什麼清貧族 社會新鮮人比較容易受騙 大明星照樣 湯薇 是不是 以後級的 大家看到這個新聞真的不可思議 湯薇在上海松江影士城拍戲的時候 忽然有一天 接到一個電話簡訊 其實上海說是謊 是一個上海公安局打來的 公安局 湯小姐 你有一筆錢的存款發生了問題 這個東西可能會涉及到法律的問題 現在唯一的方法就是 你把這個錢趕快匯到我們上海公安局 上海公安局的帳戶來 我們幫你處理 湯薇一聽 你看湯薇大明星嘛 因為他們錢 坦白講 進帳什麼的東西也很繁複 他可能不是每一筆細節記得很清楚 他一定要上海公安局 他就緊張了 他覺得他的錢可能真的是有問題了 馬上就乖乖的把錢就匯進去了 21萬人民幣 聽說他還自己跑銀行 都幫什麼助理什麼的幫他取 自己跑去銀行坐在那裡傻傻的 對 105萬台幣 後來這個東西弄完以後 他跟劇組人講說 我今天怎麼樣 劇組人說 你傻啦 我每個人都收到這個簡訊 這收到這個電話 這假的詐騙電話 你不知道嗎 你一個傻逼這樣子 我跟你講 我看到湯匯的新聞我想到我自己 你也是啊 我跟你講 我們平常都知道詐騙 對不對 我看家裡平常一聽到電話 一聽到就說你詐騙 其實他就掛掉對不對 我就是這樣啊 我跟你講 我去年去北京 有天我打開手機 我太高興了 因為那時候春晚你知道 春晚之前有個我要上春晚 有兩個節目 春晚之前有個我要上春晚 因為我在春晚 我看過春晚裡面有送 隨機送獎金的 結果還以為他就說 恭喜你 你獲得了我要上春晚 的這個隨機電話證獎 你獲得了六萬人民幣 我一定生十萬台幣 太棒了 我好高興 那他就要照他的指示 要去做登錄啊 手機不能去做這些登錄的 他說你要用電腦 然後怎麼樣怎麼樣 那我沒帶電腦去你知道 我北京有兩個好朋友 都是媒體人 我就小夥伴們 他們比我小 我好高興 打電話給我的兩個小夥伴 我請他們出來吃飯 想告訴他們這個好消息 因為我想說我割個發財 大家一起喝湯吃肉對不對 他們出來了 我第二天吃飯說 跟他們講一個好消息 他們兩個說什麼事情 我說我們搞不好發你小恆財 我在這邊度假十天 我就跟他們講完這個 講這個事情 一講完兩個白眼瞪著我 詐騙集團 你知不知道 他說 我說這不是詐騙集團 我說台灣我們詐騙集團 我碰了很多 這個不是詐騙集團 我說像你看 很認真的 你看認真的那樣子 我說因為我看過春晚 這個是我要上春晚發出來的錢 那我就說沒關係嘛 反正試試嘛 他就用了個電腦上去登錄 跟他步驟走嘛 那我就要跟我的小夥伴 借電腦用你知道 他們堅決不借 你知道為什麼嗎 我借你電腦 我的個資全都被洩漏了 我只要跟你那個 我說你不要這樣子嘛 我就覺得說 明明有個六萬塊人民幣 你怎麼就這樣那個 他們兩個就一直跟我瞪眼 一直不理我 當天晚上呢 我在飯店 麥哥 電視打開記憶頻道 江蘇衛視什麼的 新聞就爆出來了 這個詐騙 你看 新聞就這樣爆出來了 所以我就跟你講 我在台灣 每天接到電話的詐騙集團 我到了北京 我一樣 我一看到錢從天降 我就會見獵心喜 我就會想去試一試 我跟你講 還好我沒事 我用我朋友電腦一試 個資全部洩漏出去 我朋友就完蛋了 他的個資會被他盜用什麼的 麥哥 您請回吧 你有什麼資格在你講 他唯一我都不知道了 奇怪 人家也是個傻大優惠的 對啊 而且我們剛剛看到的文婉 包括了像這個大明星 包括了名嘴 包括你就不要講那些清貧族 什麼通通都受騙上道 連演藝圈的大哥都跑不掉 好 日前呢 其實這個詐騙集團非常非常特別 它叫做醫療詐騙集團 你剛剛是講說得獎金 這是麥哥 我必須要講 這是最基本的 好不好 麥哥你太遜了 我在台灣都知道 我到了北京 我又忘記了 對 然後現在是講醫療詐騙集團 這集團怎麼回事呢 它在彰化 這個是一個叫做長壽集團的 號稱是北京長壽集團 長壽總裁就搞得我以為是 嚴長壽之事 就以為物以為辣 這個是姓林的一個所謂的首腦 好 它其實聲稱 它研發了一個叫生化的藥物 它做什麼呢 專制癌症 我跟你講 這個對很多得癌症 離癌的當事人或家人 會覺得是一大福音 然後更後來我們現在看到誰 賀一航 我們的賀大哥怎麼會在上面呢 我跟大家講 其實他有生病 他之前大腸癌 大家記得嗎 那時候不是 等於是貧病交迫 又被什麼 又被查獲什麼 吃K他命 吃K他命 然後嫖劑 然後又國稅局有沒有 有這麼多什麼 對 再加上所謂的大腸癌 所以那時候 大家知道說他離病了 結果他居然幫那一個 所謂我們剛剛看到的 醫療詐騙集團 派了一個什麼 見證的VCR 他在VCR裡面聲稱就是說 他就是打了這個所謂我剛講的 生化的藥劑之後 他覺得他的病況慢慢的轉好了 我跟你講 這個很要命的地方是什麼 其實賀大哥在中南部地區 很有名 是以前在什麼餐廳就有什麼的 所以可能很有號召力是不是 對 其實非常有號召力 所以據說他一劑 一劑就 因為他講說 他一個療程大概三劑 然後三劑就要 大概要價50萬 然後這個整個療程下來 有些人付了100到500萬不等 甚至這個裡面有什麼 高達800萬的療程 大家就說怎麼了 可是最可怕的是什麼 其實除了我們賀大哥以外 幫他拍了VCR 還有很多的藝人 我們剛剛提到乃哥的媽媽 聽說那時候 這個詐騙集團的首腦 還特別知道說 乃哥的媽媽生病住院 還到醫院特別去接近幹什麼 就是要推銷這個東西 所謂生化 生化什麼醫療的療程 而且我記得這個很貴 然後那個總裁還講說 沒錢的不要來 他就鎖定了有錢的 甚至是尤月霞有沒有 那時候其實記者有去訪問 那個尤月霞就說 你是不是有幫他代言 那你是不是付了很多錢 什麼之類的 他說沒有 我就是事而已 那我當然不可能付錢 那這有沒有效 我真的老實講 有時候真的是心理作用 你花那麼多錢 當然會覺得有效 好 現在比較麻煩的地方是什麼 其實賀大哥因為拍了這個VCR 所以感覺上好像有所謂的 因為他是詐騙的一個集團 所以感覺有所謂的詐騙的連結 什麼藝人代言什麼的 常常都會出問題 所以現在真的都 這個還在所謂的訴訟當中 那到時候怎麼落幕 現在都還不曉得 對 好 我們看到了大哥 我們看到了電影明星 還有我們的麥哥 都會受騙 燕麗 金明的公務員 他們應該知道吧 像我一聽到 什麼什麼警政署 什麼什麼亂七八糟的電話 就直接掛了 公務員也會受騙 不... 其實公務員就詐騙集團來說 真的是非常肥美的飛鴨 真的喔 對 詐騙集團覺得 公務員第一個 他們的財經知識相對來說 比較不是那麼的豐富 第二個 公務員閒錢太多了 真的啊 真的 因為公務員他們 特別是退休之後的公務員 對 他們每個月都可以固定 月退縫 加18%什麼的 對 而且他們閒錢比較多 這件事情是發生在幾年前 我一個長輩 他當時還是學校的一個老師 他有一天就心中通打電話給我說 那個葉莉 你幫我聽一下 投資案好不好 你覺得這個投資案好不好 我要不要去投錢 這個投資案是這樣的 對方就跟他宣稱 有一個類似保單的一個商品 每一年它的投資報酬率 至少是8% 每一年至少8% 然後就是每一年 還可以再領利息8% 換句話說 一年的投資報酬率高達16% 問題是呢 問題是它的投資金額 它的門檻比較高 一個單位要100萬台幣 我就跟我這個長輩說 我覺得不太可能 如果天底下有這麼好的產品 一年至少16%的話 我身家心靈殘殘 通通賭進去 對 但是我這個長輩就跟我說 葉莉 你不賣了 就是人家對方就一直跟我保證 就是全世界最新研發出來的 一個產品 有多好 多好 多好 而且只限公務員來買 好 所以因此他們整個學校 大概算一下 大概有20幾個老師去買了 換句話說 每一個人至少買 一個單位100萬 總共加起來 就至少高達2到3千萬 好 後來這個事情 怎麼back card呢 因為我剛剛不是有提到嗎 每一年至少要有8%的利息 對不對 結果呢 這個我那個長輩呢 他就是投了第一年之後 他有拿到8%的利息 第二年 錢怎麼不見了 就是對方要付利息 就付得很慢 不然就去找各種藉口跟理由 就沒有付錢 所以後來大家就串聯之後 彼此聯絡才發現說 奇怪 原來大家領到的錢都不夠多 而且是越來越少的一個跡象 我就跟我這個朋友跟長輩說 趕快去報案 簡單 趁現在還能夠追回多少錢 就趕快追回 結果沒有想到 我這個長輩竟然跟我說 燕麗 你知道嗎 我們老師 居然還被騙 超級無敵丟臉 我們怎麼敢報案呢 所以那個學生就有 二十幾個老師 對 沒面子 那個學校裡頭二十幾個老師 只有一個人真正去報案 可是問題是 一毛錢都拿不回來 因為對方已經潛逃到大陸去 所以這個案子到目前是無疾而終 很多的公務員 很多的退休老師 他們因此這個 就是退休金還有當初存的錢 全部一夕之間都泡糖了 一百萬 一百萬多難存 一百萬 下面我們待會回來看到 五千塊就一條人命了 馬上回來